從畫面上可以看到一輛轎車準備右轉 轉到一半突然上前 一名男子直叮叮看著他 接著從口袋掏出手機朝他的車子拍攝 駕駛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不斷朝他按喇叭 但對方就是一動也不動 也不顧慮後方車輛是否可以同行 持續的站在原地拿著手機拍 帶來看一段當時的情形 你想撞我是不是啊 這是馬路耶 這沒有搬嗎 驕駕駛 男子不但反嗆敢撞我是不是 還說不想過馬路 雙方就這樣僵持不下 駕駛氣到不斷要他離開 後方的駕駛也已經忍無可忍了 按了好幾次的喇叭 但男子就是不肯走 離譜的行車糾紛 發生在台北中山區檳江街 男子疑似不滿小環問獎 為禮讓行人就這樣站在路中間 拿出手機搜證 雙方在原地僵持五分鐘之久 最後則是不歡而散 不過警方沒有接貨報案 誰對誰錯其實沒有人知道 只是男子站在半路的行為 也影響了後方其他車輛 駕駛如果要檢舉是可以的